外壳带电八九十伏 你这个电源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锐灯电源九十伏 这都是正常的啊 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一个表笔接到螺丝上 另一个表笔手捏着 看 这也有几十伏 甚至有时候你地面湿的话 能达到一百多伏 是因为我这个屋里没有地线 有地线的话 就不会存在这种感应电了 看一下正常状态下 火线二百二十伏 然后测地线 地线你看零伏很正常 再测下零线 零线也是零伏 上期视频有的朋友说 我有个功能漏脚了 不过我感觉这个功能 对我来说没啥用啊 就是判断电池的正伏极 然后手指接触负极 然后这边呢 接触正极按这个按键 看 它会显示这个P 然后你反过来呢 反过来显示是这样的 从而这样判断正伏极 有的朋友说 不想听这个滴滴响的声音 能不能把这个声音去掉 我感觉这个提示音挺好的呀 我本来想把这个电路板 彻底拿出来了 但是拿不出来 它应该装配的时候 最后是把这个前面金属部分 插进去了 并且里面有胶 这样硬拽的话 那就报废了 所以说前面你看 那有个 下面有个指示灯嘛 那个音箱在挡着呢 所以说就不往下拆了 它这个核心器件 这个芯片 你看俗称牛屎芯 前面这个三级管 它是控制发光二级管的 后面这个三级管是控制封明器的 这个大家伙是封明器 你不想让封明器想的话 把三级管或者封明器 任意取一个 肯定不会想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封明器功能很有用啊 还是变区为好 这个键比啊 你买回去之后 要多用 多用才能总结出经验 不同帐盒 你就反正携带也方便吧 拿出来就顺便测量一下 我看还有的朋友是把这个尖啊 他故意把它磨成尖的了 就是防止去拧螺丝 把这个拧坏 这个除装内容有需要的可以进去看看 除了价格稍微贵点之外 其他没毛病